清蒿素原创发明人的身份为何出现争议 原因是1977年科学通报杂志刊载文章 首次公布清蒿素研究成果 文章署名是清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 而美国拉克斯奖呢 他就明确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清蒿素是中国的一大队科学家在做 是确实如此 但是涂老师的工具呢是发现 第一个把这个清蒿素带入到这523项目之中 第一个提取出有百分之百活性的这个药物 第一个把它用到临床而正式有效 这三个第一是大家都公认的 就是一和零的关系问题 如果没有一后边的零都等于零 2011年以后 国内学术界质疑涂悠悠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息过 处在争议漩涡的中心 涂悠悠却显得很平静 觉得这个一个工作不可能是一个人的 考虑他有一个团队对吧 这是很多同志共同参与的对吧 我希望我带回来的是一个新的经历 就是让大家干好的来工作 能够发现出更多的治疗药物 为世界人民造福 感谢以上 of the people 你问一下